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田字阁中文学院聊话题学中文 请大家订阅评论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是我创作更多优质视频的动力 今天的热点话题我们要聊一聊当下中国非常火的一种饮料 叫罐罐烤奶 那么罐罐烤奶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段视频 山楂 陈皮 普洱 大米 每次就这样取一大勺放到罐罐里 加水 中小火煮到微微沸腾之后 加半块红糖 补满牛奶 焦香的烤奶味啊 整个屋子都是了 真的秋冬天来了 超治愈个围炉烤奶茶 又暖又养胜 近日杭州夜市 西湖边等地 都出现了一种形似围炉煮茶的罐罐烤奶 颇受年轻人喜爱 围炉煮茶呢 是去年流行的一种大家休闲的方式 我之前呢 有一个视频 专门是讲这个的 罐罐就是大家刚才在视频里看到的那个pot 烤奶呢 就是在炉子上烤制一种奶茶 定安路地铁站附近的一家茶饮店前 支着一张罐罐烤奶小摊 摊位不大 一张桌子上摆了烤架 上面摆了几个小陶罐 旁边则是烤奶的原料 比如玫瑰 红枣 枸杞 原料呢 就是做东西的原材料 在这里就指的是做这种饮料的ingredients 枸杞是中国特有的一种berry 啊 goji berry 摊煮小粥 是00后创业的茶饮店老板 他告诉记者 最近看到冠冠烤奶在网上比较火 就跟风在自己的店门口摆起了摊 00后呢 就指的是在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 就是Millennial Generation 跟风做什么 就是看着别人做什么 你也跟着人家一起做 这就叫跟风 第二杯半价 我买了两杯 一共27块钱 游客小园和朋友来杭州玩 看到罐罐烤奶 觉得很新奇 当场制作 份量和奶茶差不多 价格比有些奶茶还便宜 感觉比喝奶茶 喝着放心 奶茶呢 就是近几年风离中国 也风离国外的一种饮料 就是bubble tea 奶茶好喝 但是呢 不太健康 这种罐罐烤奶要比奶茶便宜 最主要是喝着放心 因为当场制作就是on the spot 就是制作这个烤奶的过程你是看到的 放了什么原料 放了什么东西你都是亲眼看到的 所以你觉得比较放心 一旁等奶茶的小伙子表示 都说保温杯里泡枸杞 现在奶茶也可以加枸杞 这个加了红枣和枸杞会比较养生 养生在中国非常非常的流行 那么养生就是通过饮食吃一些东西 还有锻炼 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提高你的免疫力 immune system 比较曾经热销的围炉煮茶 动辄百元的价格 一杯奶茶前的罐罐烤奶 自然成了年轻人的心虫 动辄什么什么 就是动不动就 也就说很容易 随随便便一杯围炉煮茶就很贵 但是罐罐烤奶就比较便宜 所以它成了年轻人的新的宠 就是宠儿 就是今年大家喜欢的 最爱的一种东西 favorite 记者观察到 不同于西湖边的罐罐烤奶 小张的摊位上 多了桂花 茉莉等原材料 可以做不同的口味 给大家更多选择 也就是说不同的摊位 它的口味 原材料有所不同 他告诉记者 花钱买来的配方 煮摊前市主了很久 觉得口感不错 才出来摆摊 红枣 枸杞 牛奶 都是看得见的原材料 不能以刺充好 成本也不低 通常刚回本就要补货了 配方的就是我们做一种食品的 recipe formula 以刺充好 刺呢就是不好的 不能拿不好的 差的东西 冒充好的东西 补货就是你的库存 你的stock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需要再进货 再买这些原材料了 有业内人士表示 无论是围炉煮茶 还是灌灌烤奶 产品不断创新 有多元的口味 才能一直保持竞争力 创新就是innovation 也就是说要想在市场上有竞争力 要不断的有新的产品 好的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告诉我 你最喜欢的饮料是什么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订阅 添资格中文 不要错过更多优选话题 学习超级有用地道的中文 了解当下中国社会与生活 谢谢 再见 再见